真的要以武力来解决两岸问题 这个仗会怎么打 第一 海上封锁 根据规划 台湾未来高达一半的发电量 打算要依靠天然气发电来解决 但其实台湾自己没有天然气 依照经济部的资料 这些燃料99%还是依靠货船运来台湾 两岸一旦开战 运送天然气的货船 被解放军拦截甚至集成 马上就会导致全台规模的断气 台湾目前每天的天然气发电量 就要烧掉一艘巨型天然气货轮所带来的燃料 去年8月解放军进行大规模沿海军演的时候 中游就曾经表示 目前全台湾的天然气储存量是11天 如果要拉高两倍变成20天 台电就必须要多盖10座储存草 但即使把天然气的存量拉高到20天 还是非常的少 也就是说中国只要封锁海域 卡住天然气运输船 台湾不到两三个礼拜就得要断气投降了 两三个礼拜不用动刀动枪就能够拿下台湾 这对中国来讲这也太划算了吧 想得美 因为这两三礼拜就已经提供国际上 反对中国的势力要插手台海情势的机会 你再看看这俄罗斯 他打乌克兰 本来预计两三天就要攻进首都基辅 结果西方一介入之后就打得没完没了 这是中共绝对不想看见的 第二 闪电突击 第一波先用几百颗飞弹洗力 紧接着精锐部队空降突袭 同时进行抢滩登陆 还没完哦 还要发动突击队进行斩首行动 务必要达到第一时间瘫痪台湾的指挥系统 这种闪电突击的方式 就会让美国或者是其他任何国 根本来不及反应 最后只能够摇摇头承认既定现实 台湾重回了中国的怀抱 别紧张 中国能做的话早就做了 为什么还没做呢 就是因为他做不到 突袭就是要很突然 surprise 要到这样子才会有用 OK 为什么要这样子突然呢 要让台湾跟周边国家 都完全不知道中国在做什么 然后一点准备都没有 那这样的突袭才会有用 问题是呢 这个突袭又不是习近平说 123够 他就可以够 突袭事件的准备工作 非常的庞大 比如说呢 他一定要从中国各地调动军队 过去的例行训练必须要暂停 使用到的装备 要进行大量的维修保养更新 开战之后需要的病床 雪疆等医疗物资也得要提前准备 而这么庞大而零碎的行动 少说几个月前就要开始进行 台湾跟周边国家又死光了 不可能没有注意到 中国这些准备动作一旦被发现 台湾就会做准备 国际社会也会做准备 第一集就要把台湾击倒的困难度 就会高很多 而且如果造成台湾很多平民伤亡 后续就需要更高压的管制占领区 国际社会谴责 制裁力道也都会加强 所以中国一直有流传一句话 叫做最好少死人 要死就死军人 最重要的是 万一台湾扛下这闪电般的第一集 还争取到美国插手介入出兵 那怎么办 第三种混合战法 首先 用我们之前讲过的灰色侵犯手法 不正式打 但不断的骚扰 像是中国很有可能利用各种方式 例如说要演习 就把台海周边列为禁航区 或是在公海执行安检等手段 对台湾的天然气货轮 进行各种干扰 这些做法 虽然不会立刻让台湾煤气可用 但对人心的影响 远比实质伤害还要大 另外 天然气储存槽的体积 实在太过庞大跟明显 根本没有办法藏匿 一旦挨打 觉得会造成严重的破坏 爆炸产生的新闻画面 更会严重打击明星时期 到了真的要动手的时候 第一个发生的事呢 就是飞弹洗地 这指的就是中国 以各种中长城飞弹跟火箭弹 瞄准我方各种重要的军事跟政治据点 并且发动攻击 这些目标 包含各大兵营 机场 港口 公路 各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跟重要的机关单位 同时利用各种海空战力 完全摧毁或是压制 我国的海空军 在确定我国的海空军 都已经没有反制力量之后 解放军才会派出登陆船队 那这个登陆船队又会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年中国官方不断吹嘘 自驾这个航空母舰技术进步了多快 目前已经有两艘航母服役 包含辽宁号跟山东号 第三艘没过多久也准备下水了 实际上航空母舰这种掩阳型武器 对最短距离只有100多公里远的台湾 没有什么用处 更有威胁性的 其实是代号075的两栖突击舰 这是个什么样的船呢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大型的海上平台 虽然不能让战机起降 但是可以运载大量的直升机 还能够携带大型的登陆艇 中国解放军第一艘 075两栖突击舰海南号 2021年4月才成军 短短一年半之后 已经有三艘同级舰出现 依照中国的说法 075级未来还要再造五艘 最终目标是八艘 实际上每一艘可以携带28架直升机 还有三艘大型的登陆艇 为什么这个075级两栖突击舰 对台湾来讲威胁性特别大呢 我们请李喜明总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所谓的搏地大概就是离岸边 大概三四十公里的这些地方 在这个地方它要换乘 就从这个大船把这个小的两栖登陆艇 那这个搏地换乘的时候 对这些大船来讲是很危险的 它一定要想尽办法把你这些海空军的兵力压制好 这时候它需要是一个比较进阶的空中资源的攻击 那问题是说在大陆离我们这一百多公里的话 这个直升机的油料有限嘛 它从对岸这样飞过来 作战再飞回去 它留在战场的时间非常非常有限 而且这个航程医院对它来说也非常的危险 这个洞拐5出现 为什么对我们台湾的威胁突然就变很大 它不但能够输送这些陆上作战的部队武器装备 它本身还具备对岸上的攻击能力 最主要的不同在距离上就造成很大的差别 那以前这个直升机如果说在这个陆地上 要跨越的陆地上 你看航程那么远 它自己被攻击的可能性大 那你现在有了洞拐5这种两栖攻击舰 这个直升机距离我们这么近 那它来回的时间航程都变短 那可以留在战场上攻击的时间变多 而且它可以开辟更多的战场 本来比如说我们只要重点防守对不对 那现在就变成因为变近了之后 它可能我们需要防守力量变得非常多 空降作战来讲有两种 一种叫做空降作战 一个叫做激降作战 什么叫空降作战就是那种定义机 然后你看它跳降落伞的跳下来的 很容易被我们攻击 另外一种就是坐在直升机里面 你坐在对我们的威胁会变得更大 因为它能够低空突袭来 对我们的防守压力就会突然的增加很多 虽然危险地点增加了 但就算有100个可能遭到攻击的地点 也还是有先后顺序的嘛 也就是说中国对台湾的攻击方案当中 肯定有几个地方是被列为优先度最高的目标 也就是对我们来讲最危险的地带 依照台湾的地理跟人文环境 很多军事专家都说台湾的西北岸 从淡水巴黎到大圆观音这一片 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往北有台北港 往南有桃园国际机场 这两点之间的距离 甚至车程只要30分钟 不但是台湾的重要交通设施 也不像传统的军港跟军机场 有驻军守护 攻击难度当然就是低了一些 那这两个地点有什么特别的吗 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突袭方式 不论是大型登陆艇或是直升机 所攜带的兵力跟补给都不多 只能够发挥突袭的效果 如果我们国军有准备好 解放军不管从空中来还是海上来 因为人数就那么一点 所以很快就会被我们人数多很多的国军殲灭了 但如果我们的国军没有挡住 这些登陆艇直升机带来的这些突袭部队 让他们去抢占了机场跟港口 那事情就大调了 我们举个大概的比例 跟直升机跟登陆艇送来的战斗下限相比 传统的运输方式 行政下限的量能 恐怕是十倍起跳 这是在说 从直升机上下来的兵 若是十个 那么拿下桃园机场以后 中国就可以用大型军机运兵过来 一次就可以下来一百个 从海上登陆艇上来的兵 若是十个 拿下台北港用大船运来的兵就是一百个 而且他们会一直来 一直来 这样说下来 大家有没有个底了 中国解放军想要攻打台湾的顺序 就是先用大量飞弹发动攻势 海空军部队接力 最后才会是登陆部队进行抢滩 夺取重要据点 并且持续运送兵力登上台湾 既然我们都知道对手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接下来重点就在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防御跟还手了